這個男生帶小孩 我才不要做呢 我寧可出去上班什麼之類的 其實跟小孩相處 是蠻快樂的事情 比如說早上送他們上學 看到他們眼睛還沒張開的樣子 也很可愛 對 放學回來的時候就看到 有時候會全睡 眼睛還是沒張開 神經也太恐怖了吧 不是 已經讀到累了 讀到累了 當然是這個眼睛 就已經快要睡著了 常常小朋友就這樣 然後放學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車上跟我分享 他們在學校遇到的所有事情 包括誰、誰、怎麼樣 接著寫功課 他們就會想說晚上想吃什麼 然後我就問他要吃什麼 他們就會點菜 因為我覺得夫妻兩個人相處 最主要就是要 大家要彼此互補 對 對 就像他去年 被那個老委會選為創業楷模 他總統也有頒獎 那我就是 我就是負責拿照相機的那個人 喔 太棒了 那配合他就真的天意無縫 所以呢 今天日燒哥就是什麼 夫以妻為貴了 這也非常的好 我覺得他做的是 一百分的兩百分以上 真的喔 唉唷 很甘心耶 日燒哥 因為通常我就是有時候 會一些突然非外的一個想法 然後就說我要做這個甜點 我要做這個蛋糕 我要做這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會 他等到Catch到我這個想法 他就會開始想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賣 怎麼想辦法 對 其實我是覺得是說 你做一個你喜歡的事業 事業 你喜歡的事情 你喜歡甜點或是你喜歡 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 然後再加上你家人 全力的支持你 對 就是支持你 你會覺得是說 你做的事情跟家人是在一起的 對 跟我一個人單獨去國外飛 的那種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我會放所有的心力去衝 對 例如說我看訂單看電腦 我可以連續看很長的時間 可是我不會擔心說 我的寶寶或我的小朋友 在家裡面 但是你沒有辦法連續看 小孩子很長的時間 對 對不對 好 但是反過來說 老公倒是覺得他很願意帶小孩 對 也許他跟小孩的互動 他也有成就感 那我就這樣夫妻互補就非常好 就一樣可以成功 好 我們來掌聲 謝謝Mia根據邵哥的分享 好啦 這個饒老師 聽到他們這一隊的例子的話 你覺得如何 夫妻之間如果那個角色扮演 比較具彈性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成功率就提升了 對 不要拘泥於過去的那種傳統 對 所以有一個字叫做中性人 兩性人 他希望男生也可以有沒有 展現他溫柔一面跟孩子互動 你這樣比 我以為說男人也先懷孕 對啊 那要去看袋鼠爸爸 對 我覺得很好 這個聽起來是滿不錯 那問題就是 當你在就是小孩子比較小的時候 是 您的先生也會願意幫忙帶小孩 非常願意 你這麼忙 你好需要睡眠 你就一直睡 孩子早上我來叫 聯絡簿我來簽 早餐我來做 我兩個孩子還說 爸爸我的吐司夾蛋的蛋 蛋黃要軟的 另外一個說我要硬的 他爸爸都照接 都可以分 真的 然後他說太太你就睡到最後一分鐘 你不得不起來你就起來 你就趕快穿好衣服 梳洗完你就出門 我說我還沒吃早餐 他說你到車上就知道 真的旁邊是放著星巴克咖啡 放著那個吐司夾蛋 還有 然後你的夾蛋是一半軟一半硬 太恐怖了 還有水果是切好一盒一盒 連那個大白柚 柚子的膜都剝掉 莊成 你就 我說我是一邊苦 這樣聽完以後我們 我們老公拿不出場面 你現在讓我們沒結婚的人很辛苦 我真的是一邊吃會 一邊去上杯 一邊去趕眼角 我是一邊感動在心 差點流眼淚 不過這個婉若說得好 如果老老師的老公這麼體貼 這麼細膩的話 婉若這一方面 您的老公做得如何 我老公也還滿不錯的 但是跟老老師的先生比起來的話 他家事實在是不那麼行 但是因為我覺得夫妻 本來就是一個合夥公司 那個家庭的概念 就像一個合夥公司的概念一樣 所以誰在哪一方面是比較強項 誰就負擔多一點 如果今天我們兩個同時都不想做家事 我覺得我寧願把家事放下來一下 家庭裡面其實在某個部分 尤其我覺得女生 我們自己雖然本身有工作 但是我滿喜歡用一些小女人的方式 成就我心裡面默默大女人的目的 非常有技巧 我覺得好像家庭就是有 還是好像小小的地方有一點智慧 尤其我自己本身工作的時間比較久 對 但是雖然事業是最重要 但心目中還是會有個順序 然後比如說像現在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孩子在我的所有的工作的範圍裡面 他還是要站在最上面 對 最上第一位 而且我覺得很妙的就是 我知道這個婉若跟他的先生 是上次從國中就認識的 我還以為你這個一定情史非常豐富 結果你是嫁給了 對啊 你是嫁給了你的初戀對象 他雖然是初戀嗎 國中就認識的話 我們國中認識 但是沒有馬上談 因為沒有談戀 因為國中的時候 我已經167公分 那國中的時候他才152公分 這個長角戀就是 所以會發我的原因 是因為高個子很重要 沒有 後來我到大學生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碰到的時候 我先生就184公分 那還是184公分 對 還是身高很重要 對 就再重新就開始 從大學時候才算是真正開始談戀 他是吃什麼 為什麼可以從國中 他吃什麼 152 對啊 我們做媽媽的都很想要知道 看看還有沒有機會再給小孩補一下 我覺得男生好像晚一點點發育 反而會長得高 真的嗎 太早發育反而長得高 OK OK 好 那我們還懷有一點期望 好 如中 你剛才聽到了我們這一對 Mia跟日燒哥對不對 其實他可能就是現在很多夫妻的一個縮影 對 很多人一下那個畫面 就是老婆帶著小孩出去 他一直在跟鄰居講電話 然後老公一直在手上玩智慧型遊戲 但是他小孩在 在地上爬 每天都陪 還是你覺得要有一個 禮拜六 禮拜天 就這麼兩小時 全家一起玩泥巴 對 捉昆蟲 哪一個品質比較好 我想大家都會說 品質比時間長來得久 對 我之前在主持一個直銷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有一對夫妻 她上來抱著小孩痛哭到不行 因為她是鑽石級的了 她已經做得很好的 OK 可是之前她這個老公是大 她這個老婆15歲 老公開飯館炒菜的 但是全家人吃不到她老公做的飯 原因是因為說 她說我是廚師 要吃我的飯得付錢 所以家裡得是你媽媽做菜 那這個媽媽就覺得 沒關係 那也為了這個老公 她不希望她的老婆上班 所以她從秘書退下來 可是因為他們的館子沒有這麼 生意這麼好 越來越不好 老婆就說 反正我剛好接觸到直銷 我就開始去做直銷 老公就生氣抓狂說 你怎麼可以做直銷 你是嫌我不賺錢不夠 你是什麼 開始有這樣的衝突 有情緒性的反應 對 老婆就覺得說 那我不能再做下去 因為我老公不開心 可是就這麼特別 那個時候老公發生了大車禍 連續開刀開了半年大車禍 她有一天在這個半年過去之後 她終於要出院的時候 她看到半夜當中 她的老婆旁邊渡顧在照顧她 她眼睛一醒來 這是誰 這是我老婆 怎麼變這個樣子 她覺得老婆有夠老 對 她心裡想 有夠累的 我也這麼老 我老婆也這麼老 我們的女兒才小三 這樣不行 所以她就出院回到家 出院回到家 老婆那天出院回到家 忘了煮菜 跑回家 全桌的菜都做得好好的 小女兒也在旁邊發抖 老婆覺得說 今天一定要跟我談離婚了 要不是開始談離婚就是要打我了 所以這個是她人生 老公第一次煮飯給家人吃 第一次做菜給她吃 她還是一個專業廚師 是 她現在就覺得說 我老公要做菜給我吃 她願意放下了 有大事情了 有大事情發生了